大家好 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我去了一趟大浦的圆周窄自然环境保护研究中心 风景很漂亮 你看前面就是大海 来到这里先少安心出行 然后再去前面买张门票 就可以从这个斜坡上去 这里是前新界政务师官邸 于20世纪初建成 并且在1983年被列为法定古迹 看看以前的厨房 这个位置有一个楼梯可以这样上去 上到来 你记得我看到什么了吗 南花 好美的南花 好多啊 好多品种啊 它们都种得非常漂亮 蝴蝶蓝 蝴蝶蓝 楼蓝 这个楼梯又可以上去 哇 风景好美呀 环境很好 开始欣赏南花 借一文心南 按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欣赏完了可以去楼下 欣赏温室的兰花 这就是温室 这里有个门我们进去看看 很多品种的兰花 这上面树上的都是介意闻起来 好漂亮的兰花 这是室外的一些兰花 我觉得室外的兰花 始终长得不是那么好 晒的时候又太晒 下雨的时候又被雨淋 下雨的时候又被雨淋 风吹热 风吹热 日晒雨淋 始终叶子上面会有一些点点 这树上有一个兰花 是香港本地的兰花 叫风蓝 蜜蜂的蜂 因为它的花朵 就像一只正在飞的蜜蜂 这个好像是杰林果的吧 这里就西红柿 有机西红柿 等一下会有卖的 这里还有一些艺术品展销 好多个摊档 那边白色的凳子 已经摆放好了 两点半 朱会长在这里有个讲座 这边是兰花销售了 这是我最感兴趣的 这是我今天的占逆品 四颗兰花 接下来欣赏它们种的花卉 种的非常漂亮 种类也很多 又是参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